大家知不知道橄欖樹又稱為生命之樹 因為它的壽命有400年的歷史和壽命 很多科學家和醫生都在研究 為何橄欖樹的壽命可以這麼長 發現原來橄欖樹的橄欖多酚 令到抗氧化能力很高 大家聽到抗氧化能力也是 所以比起一般的樹來講 它的壽命可以再長很多 而很多譬如聖經或埃及的人 都會非常贊成吃橄欖 或用橄欖油 因為橄欖多酚非常高抗氧化能力 但原來Skin Sertical founder發現一件事 就是埃及西內山的樹葉 橄欖樹由10月11月 自己成熟掉下來的橄欖葉 橄欖多酚比平時外面找到多40倍 所以它說這隻橄欖多酚很厲害 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做一個治療作用 這個Super Olive Gel 就是專注一些敏感 玫瑰座瘡、唇瘡 或者不知名的發現的時候 你就要用到 記住這些都是一個非常高的抗氧化能力 不可以熱或不曬 所以我們用的時候 都要盡量保持瓶實些 以及不要讓太陽直接照射 儲存的方法都要擺好些 如果你看到它擠出來 開始變得很淡綠色 或者好像同之前的綠色沒有了 就是它的橄欖多酚沒有了 如果橄欖多酚有什麼用呢? 這隻Super Gel非常好 對付什麼呢? 可以改善一些濕疹、敏感、痕癢、玫瑰座瘡 甚至是一些不知名的炎症分 唇瘡、頭瘡等 或者剛剛的傷口癒合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的治癒能力是非常之快 以及Recover的治療過程都會快很多 尤其是你打完斑 甚至是做完一些Laser Treatment 要恢復、要修復的時候 不妨加一個橄欖精華上去 就可以令到傷口癒合快些 有時候我弄傷、戒傷 一有膠 我就會用來塗傷口 令到它的底層能力 傷口癒合快很多 而抗周美白面膜 我非常推介這個Olive Mask 為什麼呢? 因為它裡面有積雪草和橄欖多酚 加起來做治癒抗氧化能力非常之高 再加上它有菊酸、紅果素 做美白淡斑的效果很好 其實這個面膜敷15分鐘已經很足夠了 之後記得塗上B5 因為一定要用補水的形式 給它的能量 做餘盒 還有塗上面霜 鎖一鎖水 就是Vital Balm Cream 其實它的份量使用橄欖很少就可以了 一個3.75ml都夠你用一個星期 大家都可以試一下這個mini版 現在多了一個盒是保護